解放军将士们 中央警委命令你们 打过长江去 解放全中国 要论解放战争中 国共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场战争 是哪一个 辽审 淮海 或者平津这三大战役吗 不是 是1949年4月20号发起的渡江战役 又称金护航战役 所谓金护航是指南京 上海和杭州 又称宁护航 此战国共双方一共投入了190万大军 在1800多公里的长江防线上 展开终极决战 当然 这一次优势在我的是解放军了 一共投入了近120万人 势力要以绝对优势的兵力 一举击溃蒋介石的南京政府 1949年4月20号 国民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 国共和谈宣布破裂 随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央军委 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号召全国人民将革命尽情到底 关于三大战役结束 到渡江战役之前的一些故事 我在上一期已经给大家做了解说 重点讲解了我军 为什么一定要过长江的问题 没看过的同学可以点击我的主页 连着本期视频一起看 到了4月20号晚上 长江北岸的解放军 东中西三个集团 百万大军 已经全部做好了渡江准备 9400多条木船和1万名穿工 随时准备出发 由三野副政委 谭振林指挥的中集团 更是准备在晚上8点半展开行动 然而你可能想不到的是 打抢我军渡江作战第一枪的 竟然是一个小小的误会 电影《大战役护航》 位子还特地设计了一个小故事 说当晚渡江中集团的各级首长 在做前线动员的时候 着重强调了毛主席朱总司令 在等着大家渡江胜利的好交集 结果可能因为电话里面没听清 动员令往下传的时候 就越来越离谱了 传到27军 79日235团的时候 直接变成了毛主席朱总司令 亲自到长江前线观战了 那235团的战士们 一听这个都激动不移啊 这一高进呢 通信员又把上级下达的 听令开船 误定为立即开船 三连二排的三个班 收到命令立即开动 其他船只看见了 手船动了 也纷纷开船 79日市长肖敬海 在接到前线报告之后啊 果断命令全市出籍 于是乎 这场改天换地的渡江大决战 提前了十几分钟 于1949年4月20号晚上8点15分 正式打架 尽管我军跳到大半夜 开始渡江 但是江对岸的国民党首军 还是通过探照灯 发现了我方的先锋船队 随即展开火力拦截 猛烈的炮火和机枪子弹 在漆黑的江面上 犹如死人一般 收割着解放军战士的生命 不少船只甚至被炮弹 直接命中 伴随着冲天浪花 消失在大江之上 但是我军战士丝毫不拒 南岸就在眼前 退后就是耻辱 国民党军敢拦截 就狠狠地打回去嘛 船上机枪独击 北岸炮火掩护 中集团的战士 就这样在隆隆炮火中 不断地在忽明忽暗的黑夜掩护下 向南岸攻击前进 犹如黑色巨龙一般的 迅速突破了国民党的火力封锁 成功登岸 请大家记录解放军 27军 79师 235团的三连二排五班 这是我军第一个登陆南岸的部队 后来被称为百万雄狮 杜江第一船 随后二班的全体战士成功登陆 其他的解放军船只呢 也陆续登陆南岸 在敌人的暗防火力 仍然在开火的情况下 所有战士不做停歇 迅速组成攻击小组 不断地反扑 因为他们要端掉敌人的暗防火力点 站稳脚跟 以减轻后续部队的登陆压力 到了晚上9点15分 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之后 五班按照时间部署 打出了三发红色信号弹 预示着我军中集团第一梯队 已经取得了杜江胜利 至21日凌晨 中集团的第21 24 25 27军 已经成功突破了国民党 在安庆 吴湖之间设定的防线 并建立了东西100多公里 纵深20多公里的贪图阵地 将国民党的千里防线 拦腰斩断 我们同学可能会问 我军攻势如此之猛 汤恩伯难道就不知道反扑吗 他倒是想 但是就像我们上期说的 汤恩伯手下的70个师 45官大军 大部分都是新建部队 战斗力本来就不强 加上蒋介石 并不指望昌江能够挡住我军 所以汤恩伯在战役期间的 几次反扑并没有尽全力 他的主力部队 已经做好了收缩上海的准备了 到了21日 由苏裕司令员指挥的东集团 已经在镇江江英一届 准备独江了 而拦在东集团面前的最大威胁 就是国民党部署在江英的炮兵 江英要塞由国民党的少将司令战荣光指挥 负责阻击我东线集团的杜江 光暗防重炮就有30多门 火力是相当猛的 但是战荣光不知道的是 我军自1947年 就已经开始了对江英要塞的策反工作 到了1949年4月 江英要塞除了首将战荣光 其他的主要军官 全都已经变成了解放军的人 所以在杜江战役开始之前 杜江总监委已经在江英地下党统治的帮助下 拿到了国民党的江防部图 4月21号凌晨 江英炮台台长 也是我军地下党员的唐炳玲和弟弟唐炳玉 准备侧应解放军东集团杜江了 在面对战荣光下令开炮封锁江面的时候 唐炳玲果断调转炮口轰炸南岸的国民党首军 气得挨炸的首将啊 大骂戴战荣光眼睛瞎了 实在是吗 你什么眼睛瞎了 炮弹全都砸到我的阵地上了 你的嘴巴干净点 唐炳玲 他不病懂什么呀 我用脑袋担保 我的方位和标志 没有任何偏差 方位标志当然没有偏差 打的就是你们这些反动派吧 除此之外呢 为了迷惑战荣光 唐炳玲啊 也向江面开了几炮 不过打的全都是没有隐性的炮弹 不会爆炸 等到战荣光反应过来的时候 唐炳玲又带着卫兵冲进指挥所 直接把他脚强服务了 司定官 江面要塞全体官兵战场起义了 只有缴械投降 才是你唯一出路 电影《大战凌护航》 也邀请到了当年策划江面起义的 唐炳玲和唐炳玲两位前辈 唯一了当时的情况 他的同乡同学 所谓亲信 都是共产党 等到渡江的时候 江营炮台的起义大大减轻了东集团的压力 随后东集团发起全力突击 第十兵团三个军 仅用几个小时就成功渡江 横扫南岸的国民党军 第八兵团也紧随其后 迅速攻占了镇江阳中等地 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 已经近在眼前了 而几乎是在同一时刻 由刘伯承司令员率领的西线集团 也开始发起了渡江作战 三百多门火爆 先是齐刷刷地打了一番 把国民党的江防部队炸了个人羊马 趁此机会 二业三个兵团 在北岸老百姓和军阅队的欢送声中 迅速渡江 到了晚上九点 已经在南岸开辟了东集100公里 纵深10公里的阵地 国民党首将刘汝明 眼看解放军排山倒海般地压了过来 是拔腿就跑啊 比淮海战役的时候跑得还快 我军的铁胶板硬是没追上他 到了22日 解放军东中西三个集团主力 已经完成了渡江作战 国民党的千里防剑 全线崩溃 南京也在解放军 风菌残云的攻势面前 被成功解放 渡江战役第一阶段 胜利结束 中山风雨 气藏黄 河湾熊师 活大奖 呼惧龙盘 今生喜 天翻地覆 开而抗 一将生用追求靠 不够 五 血八 天若有情 天一老 人间正道是藏丧 其实按照园定计划 接管南京的应该是陈克 天庚司令员率领的第四兵板 但是这个任务最后给到了吴华文率领的35军 因为在此之前 国民政府已经迁到了广州 南京没什么像样的抵抗力量 很轻松就可以拿下 而且我军敏锐地发现 汤恩伯这个家伙在确定长江守不住之后 立刻将正江以东的四个军向上海收缩 正江以西的十几个军则迅速南下向杭州撤退 如果汤恩伯的计划得以实施 那么第一 他很可能会把杭州的前汤江大脚给炸了 拖延我军向东南沿海进军的速度 第二 他还很可能利用长江退下来的部队 守住浙江到江西一带 而守住了浙干线呢 就可以打通和武汉白中喜集团的联系 因此在考虑到所有变数之后 渡江总监委当即下令取消陈庚兵团接手南京的任务 转而令其迅速南下遮干线 切断白中喜和汤恩伯的联系 所以南京就交由吴华文率领的三十五军接管了 三十五军呢 是我军的鲁中南纵队和国民党起义的九十六军合并而成的 吴华文这个人口碑很不好 起义以前在山东作恶多难就不说了 抗战时期还当过罕奸 后来1948年济南战役期间选择了战场起义 才避免了被我军消灭的结局 而鲁中南纵队呢 则是我华东野战军的一员 抗战时期大名鼎鼎的铁道决机队 后来就编入了鲁中南纵队 所以说大家对于跟吴华文合并 一开始是很抵触的 后来陈老总亲自到纵队给大家做私下工作 加上吴华文在战士们面前是痛哭流涕 检讨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 大家才接受了合并 不过因为吴华文的部队几率不行 逃兵很多 和鲁中南纵队合并的时候 两万多人的起义部队只剩下了几间人 所以35军还是以鲁中南纵队为主体的 大家不要对35军第一个进入南京有什么疑虑 都是解放军 都是人民子弟兵 不过拿下南京只是渡江战役成功的开始 因为国民党的大部队已经开始向南溃退了 只有歼灭的这些有生力量 才能避免国民党在南方构筑新的攻势 尽快的解放江南地区 为此根据渡江总经委的指示 中集团过江之后和东集团统一交由苏域指挥 苏司令在研究战局之后 果断决定东西集团展开前行攻势 在东西对境中歼灭难逃的国民党军 而刘伯承司令院率领的二野三个兵团 则迅速的南下遮干线 切断白中喜和汤恩博的联系 保障三野的侧翼安全 关于过江之后的这段追击战 历史上其实是相当简单粗暴的 就是二野三野一路的往南推嘛 这其中国共双方的饭话很多 很杂 讲不好会乱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听不懂 我就按照最简单直观的方法 给大家理清头绪 这段追击战大体上分为两个部分 即狼广维坚战和突击热干线 我们刚才提到 中集团和东集团过江之后 由苏域统一指挥 苏司令就把这两个集团 一共四个兵团的兵力 一部分留下来守备镇江南京等地 第七兵团的三个军 则大步的向南直杀杭州 其他的部队按照原计划展开前行故事 由于国民党南车的时候很乱 说白了就是逃命 组织性很差 苏司令命令各个部队强行军 一路上不要怕乱 碰到敌人就打 看到敌人就围 最终两个集团在长兴、广德、狼西一线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 这个包围圈一共有国民党五个军 八万多人 那不用说了 干就完了嘛 从4月28号开始到29号结束 仅用一天半的时间 就全揭了这八万国民党 打得相当漂亮 是八万头猪 共军抓一天也抓不完 与此同时 向杭州进军的地阶兵团呢 也在当地工人阶级的帮助下 成功夺下了千堂江大桥 至于杭州呢 哎 当地的国民党武装哪敢抵抗啊 跑的跑 逃的逃 不想跑的呢 就放下武器投城了 杭州一战可以说进展的相当顺利 而二爷的三个兵团也是憋足了劲的 一口气追了几百公里 刘伯承司令员下令 不要怕吃苦受累 一定要全肩逃敌 结果呢也不用多想 二爷成功拿下了精华到上饶一线 彻底断绝了汤恩伯和白宗喜 合兵一注的可能 杜江战役第二阶段也胜利结束 到这里大战宁护航中的宁和航 已经全部拿下了 就剩下上海这个拥有600万人口的城市了 然而一路高跟猛进的背后啊 一场血战即将摆在三眼面前 我在上一期提到过 蒋介石啊是一定会死守上海的 汤恩伯呢也已经在上海布下了天罗地网 除了原本留守上海的松户警卫司令部 还有退守的长江数据 上海此时已经集中了国民党25个师 22万人 而在此之前 汤恩伯已经修筑好了大量的永久性空室 准备了充足动物 上海一战呢注定会是一场腥风血雨 然而这个时候 中央军委却发了电令暂缓进控上海 并且严令杜甲总经委 要尽可能的保全这座中国最大的经济重地 杜江战役的收尾阶段 解放军呢将碰到有史以来最艰难的城市攻击战 下一期我们上海战役再见 警长 我求求你了 只打两发炮打 就打两发